这一刻的感觉 我无法用言语形容 最贴切的两个词语便是痛彻心扉和悔不当初 早上我醒过来后 半眯着眼睛 习惯性的伸手去床头柜摸手机 连摸了好一会 都没摸到手机 便睁开眼睛 抬眼看去 床头柜上并没有我的手机 我明明记得睡觉前 把手机放床头柜上充电的 怎么不见了 接着我找了一圈 床上没有 房间也没有 我想着可能是儿子累累偷偷拿去玩了 于是我开始在家里到处寻找手机 但都没看到 累累和陈文栋两人没在家 应该是陈文栋送累累上学去了 我抬头扫一下客厅墙上的挂钟 已经8点35分分了 我顾不得找手机 匆匆出门 再耽搁一会 就要迟到了 早已经习惯手机都不离身 这猛不然的没有了手机 真的非常不舒服 没有安全感 更觉得干嘛都不方便 我在开车前往公司的路上 一直在想手机怎么会突然不见了 是陈文栋拿错了 还是累累拿去玩了 在公司大厦等电梯时 我看到两个同事 便笑着向他俩打招呼 他们先是互相对视一眼 再对我点头回应 接着又对视了一下 不知为何 我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 还像用眼神在互相交流着什么 电梯恰好来了 我没再多想 跟着挤进电梯 当我走进公司 发现有几个女同事 正聚在一块 小声说着话 这样的画面挺常见的 同事们经常会在上班前和午休时间 三五成群聚一块聊聊八卦 扯东扯西 于是我和平常一样 好奇地凑过去 大家在聊啥呢 他们抬头看到我 脸色立马变得缤纷多彩起来 有偷笑 有打趣 有好奇 有鄙夷 我纵是在迟钝 也反应过来 发现不对劲了 怎么了 平时和我最交好的李姐 快速伸手把我拉出公司 前往卫生间旁的走廊尽头 我一脸猛逼和囧态地问 李姐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李姐瞟了我一眼 脸上写着无语 小丽 你自己弄出大事了 还不知道 哎呀 姐 到底是什么事 你快跟我说 李姐下一秒说出的话 让我如遭雷劈 心跳如骨 一口气 差点呼吸不上来 昨晚十一点多 你在公司微信群里 发出多张聊天截图 以及合照 截图内容是你和姚国秋的调情对话 合照是你俩拥抱 亲吻的自拍照 群里立马炸了 昨天 我来大姨妈 身体有点不舒服 十点不到便睡了 况且 我就算在傻在抽风 也不会自己把奸情抖出去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陈文栋 发现我偷情的事 把截图和照片 发到我的公司微信群里 以此来报复我 我的手机 肯定是被他藏起来的 让我不知道婚外情已经暴露 今天还跑来上班 在同事面前丢脸 我为了保护自己和上司姚国秋的恋情 每次两人聊完天 我都会把记录给删掉 照片也都是加密保存的 回头想想 好像前一晚 我和姚国秋聊完天 忘记删除记录了 怎么也没料到就是这次的大义行为 便倒大媒被陈文栋发现了 他还破解了我加密的相册 把亲密照片都挖出来 得知自己的婚外情已经暴露在所有领导和同事面前 我不敢再在公司逗留 交代理解 替我向人事部请假后 就匆匆离开 我开着车 慌乱无神 不知道该去哪里 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依着我对陈文栋的了解 恐怕他会和我离婚吧 他肯定是打算离婚的 不然 他不会把截图和照片 发到我们公司微信群 现在是网络时代 信息传播快 用不了多久 所有人都会知道我出轨 知道陈文栋戴了绿帽 最怕有看热闹不嫌是大的人 把这事发上自媒体 那我真的会设死 想到这里 我就忍不住 怪陈文栋做事太狠 我承认我是背叛他 对不起他 他可以打我骂我 甚至要求离婚 但他为何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这下 我没脸继续在公司待下去 只有辞工了 我没了手机 联系不上姚国秋 无法和他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走 他去总公司培训一周 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知道 我们恋情曝光的事 更不清楚他现在会是何种态度 他之前曾多次跟我说过 他对家里那个黄脸婆 早就没有了感情 一直让我离婚 许诺我 只要我恢复单身身份 他立马离婚娶我 可我从没想过要离婚 虽然我和陈文栋感情不深 两人也没什么共同话题 但他勤快顾家 对我也算体贴 家务活和孩子 也都是他在管 我爸妈对他这个女婿 更是一百个满意 不曾有过半句嫌弃 最最重要的是 我们之间有孩子 为了孩子能在完整的家庭里成长 我也不会打算把家庭拆散 所以 我一直想方设法掩盖婚外情 却料不到 还是被发现了 最后 我选择回家等陈文栋 等他的批判和决定 中午十二点多 家里大门被打开 陈文栋回来了 他见到我在家 并没有丝毫的意外 就像我见到他 也并不出奇 平常的工作日 我俩都是早出晚归 中午都不回家 今天两人不约儿童选择中午回家 也算是夫妻之间的一点默契了 陈文栋冷眼看着我 不言不语 眼里满是讥讽 我被他的眼神看得心虚又心烦 愤愤不平地开口 我的手机在你那里对吧 给我 沈小丽 我自问没什么地方对不起你 你为何要出轨 是你天生浪荡 还是那个男人魅力大 让你为之疯狂 我付匪 他能给我 你给不了的爱情 当然 这话我只敢在心里说说 不敢直接说出口 怕会惹怒陈文栋 导致他做出更加疯狂的举动 我知道我现在讲什么 你都难以原谅我 但我真的是没想着要伤害你 伤害家庭 我只是一时受人迷惑 犯下错来 我承认对不起你 陈文栋听后 没有一丝动容 那表情反而像吞了苍蝇一样难看 陈文栋要求我老实交代奸情 是如何开始的 在一起多久 我和姚国秋的婚外情 说不上是谁先主动的 两个互有好感的男女 利用共同出差的机会 自然而然就滚了床单 算起来 我和姚国秋在一起快两年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偷情的刺激 时间越久 我们之间的感情不退反增 在公司里 为了避免流言蜚语 我们装得比普通同事还要生疏 但只要有机会单独相处 彼此的眼神都是拉丝的 恨不得当场缠绵在一起 我承认 我和姚国秋在那方面 比跟陈文栋要合拍得多 常常连着来两三次 做得精疲力尽 手脚发软 陈文栋本来有些早谢 这两年 情况更是糟糕 夫妻生活由原本的一周一次 变成现在一个月一次 都说女人三世如狼 四世如虎 要不是有姚国秋弥补了我 只怕我的更年期都会提早到来 女人在性方面的满足和滋润 自然神清气爽 柔情似水 从这一点而言 陈文栋要感谢姚国秋 否则我如同怨妇一样 肯定天天寻她麻烦 骂她中看不中用 夫妻俩的关系必定无比糟糕 不过 我怕实话实说陈文栋会恼羞成怒 冲动之下揍我一顿 我只得撒谎 说自己是被姚国秋用业绩考核来威胁 又遭对方利诱 才稀里糊涂犯下错来 当然 我姚死两人最亲密的行为 就是拥抱亲吻 没有上床 陈文栋听我巴拉巴拉 讲了十几分钟 一直不吭声 但眉头却越皱越紧 神情也越来越冷淡 突然 她大声呵斥道 够了 你真当我是傻子吗 还是非要我抓肩在床 你才承认你被野男人睡了 我咽了咽口水 闷闷地说 我讲的都是实话 至于信不信都有你 呵呵 要不要我把聊天截图 发给你爸妈 看看他们信不信你说的话 我无语凝噎 眼泪开始刷刷刷地往下掉 别哭了 也别装可怜 你若是敢做敢当 还没那么让人恶心 行 既然我说什么都没用 那我也没必要再委屈自己 做低伏小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 无奈地问 那你想怎么样 离婚 当我从他口中听到离婚两个字 既难受又愤怒 我们八年的感情 七年的婚姻 你真舍得就此打住 陈文栋从口袋里掏出我的手机 狠狠摔到茶几上 沈小丽 你怎么有脸讲着话 出轨偷吃的人是你不是我 你能不能有点廉耻心 我沉默地盯着他的眼睛 看了一分钟 确定他眼里只有厌烦和痛恨后 我缓缓开口 离就离 财产怎么分 陈文栋低手点燃一根烟 虽然错的人是你 但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 我也不为难你 孩子和存款归我 房子给你 各自开的车就归各自所有 这样分配的话 我自己没有吃亏 反而还占了便宜 想不到 陈文栋还挺大方的 我心里舍不得累累 他毕竟是我的亲骨肉 只是陈文栋必定也不会放弃孩子 会和我争孩子的抚养权 若打起官司来 我没有胜算 另一方面 我才36岁 带着孩子 可能对我将来再婚会造成阻碍和不良影响 陈文栋以及公婆无比疼爱累累 由他们继续抚养孩子 我完全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地方 我想孩子了 随时去见他 有空多带他去玩 既能维系母子之情 又不会拖累我的新生活 一切谈妥 我和陈文栋立马去民政局 当时 还没有什么离婚冷静期 当天下午就把结婚证换成了离婚证 晚上 我们一家三口平静地吃了一顿饭 陈文栋说 周末才有空 带着累累搬回他爸妈家里 我让他不用着急 月底前搬出去就行了 他阴阳怪气地硬道 我会尽快搬离 让你省下开房钱 我无语凝耶 晚上 陈文栋拿着自己的枕头被子去喝累累睡 我以为自己对这段婚姻没什么眷顾 离婚也并不觉得难过 可躺在床上 我却始终没有睡意 脑袋非常乱 心更是空落落的 从被发现出轨到现在 还没到24小时 我的身份已经由妻子变为离异女人了 未来前路茫茫 不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 第二天早上 我醒来后准备像往常一样洗书去上班 当我站在镜子前 脑子突然反应过来 陈文栋把我的婚外情曝光了 而且 我的婚姻结束了 我默默地洗脸刷牙 心里忐忑不定 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去公司 去的话 就要遭受大家各色各样的目光和议论 不去的话 无法向领导交代 估计还会被开除 哎 真烦 当我拿起手机 看到公司人事部经理发来信息 让我过去找他谈谈 而姚国秋也终于给我回信息了 上面就一句话 你立马自离 不要去公司了 其他的是等我回去再谈 昨天 我从拿到手机后 就给姚国秋打电话 发信息 可他既不接电话 也不回信息 我都揣摩不透 他是啥心思 怕他会生我的气 现在得到他的回复 确实让我自动离职 我心里不大舒服 感觉他一点都没为我着想 不过 我自己也不愿意去公司 面对那些同事 罢了罢了 我还是直接在微信上 跟人事部经理辞职 人事部经理 立即同意我的离职申请 他还说 我和姚国秋 这是在公司影响非常不好 上集也是建议把我劝离 虽然 我和姚国秋都是这段婚外情的当事人 但公司对姚国秋的能力很看重 相较之下 肯定是舍我保他 不就是婚内谈个恋爱 在如今这个社会算不得什么大事 可偏偏我老公 不 我前夫是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 居然把事情抖落出去 坏了我的名声 害我丢了工作 现在我能做的 就是抓牢姚国秋 让他快点离婚娶我 听说他老婆脾气很大 若是知道他和女下属有婚外情 那么即使他不想离 对方也会要求离 陈文栋带着雷雷搬走了 他们上车时 雷雷一脸好奇地看着我 妈妈 你怎么不上车 我咽了咽口水 不知道如何向儿子解释 陈文栋别了我一眼 然后摸摸娃的小脑袋 爸爸妈妈分开生活 以后你和爸爸还有爷爷奶奶住一块 雷雷一听 双目瞪圆 立即哭喊道 爸爸妈妈是离婚了吗 我不要你们离婚 不要你们分开 看到儿子哭了 我感到无比的心酸和心疼 记得之前他就跟我说过 他们班上有几个同学的爸妈离婚了 有的跟爸爸生活 有的跟妈妈生活 但都不能同时和爸爸妈妈一起了 当时我向儿子承诺永远不会离婚 不会让他在单亲家庭长大 现在我却食言了 而且放弃了他的抚养权 陈文栋直接把哭闹的累累抱上车 快速关上车门 再发动车子 扬长而去 我站在原地 泪水湿了眼眶 这一刻 我心里对儿子生出愧疚之意 也后悔离婚了 只是一切都已经发生 回不了头 家真的散了 我回到房里 心情无比低落和郁闷 疯狂打电话给姚国秋 可他一个都不接 我火气上来 威胁他 今天要是见不到他的人 我就去他家找他 他这才回复信息 说下班后与我见面 我去了之前经常约会的酒店等姚国秋 他出现时 脸色像踩了屎一样 非常难看 瞧像我的眼神更是充满了嫌弃和怒火 姚国秋 你啥意思 我怎么也没料到 他会用这般态度和神情对我 你还好意思问 我的名声和生活 被你们夫妻俩搅得一团糟 哇 你这是把罪都怪到我头上 姚国秋露出一个鄙夷的眼神 不怪你怪谁 明明多次跟你强调 小心小心 聊完天第一时间删记录 结果呢 你没删 被你老公发现了 闹得人尽皆知 你有病吧 我受不了姚国秋言语里的嫌弃和埋怨 直接开骂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当初是你引诱我 也是你次次说要离婚娶我 现在我们的婚外情曝光 我离婚了 失业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你却还来指责我 你是不是不想负责任 姚国秋的身体往后退了半步 用手别了别额头前的头发 我是不是男人 你不是最深有体会的吗 你请我愿的事 就别说是我引诱你 我还可以说是你勾引我呢 他这是打算拍拍屁股不认账 姚国秋 你 你 反正别的我不管 你必须离婚娶我 否则 我天天上你家闹去 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 成年人 男欢女爱一场 就好聚好散 别搞得自己像贞结恋女一般 她的冷淡和无情 让我终于明白她曾经的甜言蜜语 海蒙山市都是假的 是我傻 傻得天真 把男人偷情时的谎言当誓言 我恼羞成怒 扑过去想要打姚国秋 却被她狠狠推倒在地 随即 她不顾我的咒骂 扬长而去 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崩溃大哭 失业失婚又失恋的我 整天一直消沉地窝在屋里 饿了就叫外卖 困了就睡觉 我不敢上微信 不敢出门 怕大家知道我因偷情而离婚的事 议论纷纷 当我看到我爸打来的电话 我的心瞬间提了起来 有非常强烈的预感 爸妈知道了 我盯着手机不敢接 我爸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 颇有点不死不休的阵势 我指的硬着头皮按下接听键 小丽 你怎么不接电话 我爸的语气明显带着怒火 我选择装傻 闷闷地问 爸 你打来有什么事吗 你还好意思问 你自己做出的事 把我的老脸都丢光了 你妈更是直接晕过去了 你立马给我回来一趟 既然他们都知道了 我哪还敢回去面对他们 连忙道 爸 我有事 回不了 一个小时内 若是见不到你的人 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 我爸都把话讲到这个程度了 我只得立马抓起手机 开车过去 我的脚一迈进娘家的门 就感受到了凝重的气氛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心慌地想逃 爸妈黑着脸望了过来 小丽 你是脑子进水了吗 怎么会做出那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的家庭不想要了吗 我低头不吭声 阿栋呢 我妈迫切地问 她知道后什么反应 你有没有好好向她认错 她愿意原谅你吗 我小声地回答 认错也道歉了 那她现在什么想法 爸妈的眼里满是紧张和忐忑 她不肯原谅我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的话一出口 屋里的气氛瞬间动至零下十度 作孽啊作孽啊 我妈这句话如同哀嚎 听得我头皮发麻 而下一秒 我爸大声惊呼起来 我立马抬起头 看到我妈整个人侧靠在我爸身上 身体抽搐 双眼没有了聚焦点 这是又中风了 我妈有高血压 受不得刺激 去年 她就因为和我弟争论了几句 导致中风住院 当时医生提醒我们 要让我妈注意饮食和休息 保持好心情 若是再次中风 情况可大可小 这回看到我妈突然又中风 真的是把我吓得差点呼吸不上来 万一她出了事 那我就是家里的罪人了 我爸大声呵斥道 你还愣着干吗 快点开车去医院 在前往医院的路上 我的手一直在颤抖 不断地祈祷我妈一定要平安无事 由于送医及时 医生也立马进行了抢救 我妈没有生命危险 但她半边脸歪了 嘴巴无法完全合上 不停地流口水 至于能不能恢复正常 就要看后期的康复治疗和身体素质了 我妈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 你 你去找阿栋 求她 原谅 我爸得知累累的抚养权归了陈文栋 更是怒火冲天 让我无论如何都要复婚 至少也要把孩子的抚养权拿回来 看到我妈因为我的事而中风 我又亏又悔 乖乖按她的意思去做 生怕再惹她生气 为了表明我道歉认错 想要复合的态度 我没有给陈文栋打电话 而是买了很多东西上门 我只顾着要找陈文栋 忘了前公婆会在家里 更没想到他们会对我有意见 以前我们婆媳俩虽然称不上亲如母女 但关系还算融洽 此时 前婆婆一见到我 瞬间变脸 怒目而是 你来干嘛 妈 吃饭了吗 我主动忽略她眼里的不待见 扯出一抹笑 阿栋呢 蕾蕾呢 我可受不起你这一生妈 我们陈家是倒大霉 才会遇到有你 这样的媳妇 明明是你不要脸不知廉耻 在外勾打男人 离婚了 阿栋还那么实在 把房子给你 而你也敢要 我心里富匪 我又不是傻子 有房能不要 再多给我一套 我也要 只是我表面上露出一副内疚惭愧的神情 妈 我知道错了 我这次过来 就是希望阿栋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以后一定改过自新 不会再做任何对不起阿栋的事 前婆婆用力呸了一声 以此表达对我的不满 你都找了别的男人 婚又离了 还扯东扯西有何用 妈 我知道你现在恼我恨我 但你想想累累 他还那么小 你忍心让他在单亲家庭里成长吗 前婆婆考虑到他心爱的孙子 一直阴沉着的脸变得有所动容 这时 陈文栋从房间出来 冷冷地说 从我们领了离婚证那刻起 我们已经结束了 要是你真的疼爱孩子 以后就多点关心他 但别把他当成你实现 复婚目的的工具 陈文栋讲得很直白 根本就不给我一丁点希望 我内心深处本来对他没多少感情 两人又走到这一步了 若不是因为父母强行要求 我是不会来求陈文栋 因为即使真的复婚 也仅仅是表面和好 实际上已经产生的裂痕 无法修补 男友幸福可言 行 我明白了 雷雷呢 我妈生病住院了 我想带他过去探探我妈 陈文栋也没过问一声 我妈为什么住院 情况严不严重 而是直接给钱公公打电话 让他不要逛超市了 早点带雷雷回来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 我如坐针毡 哪哪都不舒服 恨不得马上离开钱公婆家 雷雷一回来 我立马领他离开 我和雷雷才几天没见 可他对我明显就生疏了 拒绝我牵他的手 还板着脸 不管我怎么逗他 他都不理睬 我又急又怒地问他 是不是不爱妈妈了 我的话一出口 雷雷立即咧嘴哭了 还边哭边说 是妈妈不要雷雷 雷雷也不要妈妈 谁跟你说的 妈妈怎么会不要雷雷 雷雷是妈妈最爱的宝贝 雷雷依旧大哭大闹 小区花园里的人 纷纷露出探究的目光 无奈之下 我只能打电话给陈文栋 让他把孩子带回去 我骂陈文栋教坏儿子 怪他不应该在儿子面前 讲我的坏话 陈文栋却不承认 还说 你自己做出的事 就要承受相对应的后果 虽然我有想过离婚后 我和雷雷分开生活 他会慢慢疏离我 而亲近其他人 但我没料到 他对我的态度 会变得这么快 这么大 我站在原地看着陈文栋抱着雷雷进楼房 忍不住开口喊了两声雷雷的名字 而他头也没回过一次 这一刻的感觉 我无法用言语形容 最贴切的两个词语便是痛彻心扉和悔不当初 若是时光可以逆流 我一定一定控制住自己的身心 绝不因贪恋婚外那一点感情 而背叛家庭 背叛婚姻 导致现在自己重叛亲离 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